提起张柏芝相信大家都一定不陌生 曾经也是一代女神 香港影坛曾人才辈出 不缺女神级别的女星 但是要说公认的玉女 张柏芝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在1998年出演首部电影《喜剧之王》 并担任女主角 也是因为这部作品 让她红遍大江南北 无论演技还是颜值方面 都是当时最闪耀的明日之日 之后更是凭借河东施吼 获得港台最受欢迎女演员奖 自从出道以来 张柏芝的事业的发展 是进行的如火如荼 然而也并不是所有的好事都会眷顾她 她的感情生活却是坎坷的 说到张柏芝的感情 许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 她与谢霆锋的婚姻 那时候张柏芝跟谢霆锋 都是娱乐圈之名度比较高的一人 这两人的结合 也可以说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和 当时在事业上升期的张柏芝 为爱告别乐坛 最后和谢霆锋结婚 无论是圈内 还是圈外人都十分看好他们的婚姻 婚后还遇有一双儿子 两人依旧恩爱如初 令人羡慕 但好景不长 之后张柏芝被爆出了 燕照门的事件 这件事也让两人的婚姻 开始有了裂痕 虽说当时谢霆锋 并没有做出立马抛弃妻子张柏芝 甚至还以身作则担起了 做丈夫的责任 在背后一直支持着张柏芝 还曾表明称 相信张柏芝 并且会陪在她的身边 网友们在听到这些话后 也开始不再进行谩骂 开始羡慕起这段爱情 但是没想到四年之后 两人还是走向了离婚 选择开始新的人生 而谢霆锋离婚后 又和王妃在一起 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说不清到不明 离婚后 张柏芝一个人带两个儿子 过上了单亲妈妈的生活 还经常上一些综艺节目 活跃在大众视野之中 但是让我们没想到的事情是 离婚没过多久 张柏芝并宣布生了三胎 还是儿子 至今三胎儿子的生父 一直还是个谜 对此很多网友曾热烈讨论过 有人认为小儿子的父亲 还是谢霆锋 毕竟曾经也有 小道消息称 二人旧情复燃 再次擦出爱情的火花 但是这还有待证实 毕竟张柏芝与谢霆锋 对此都从未正面回应过 虽然张柏芝 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 但她绝对是一位称职的妈妈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张柏芝再次复出拍戏 回到了娱乐圈打拼 而有一次 在一次节目中 张柏芝被主持人 问到一个非常尖锐的疑问 说小儿子长大以后 是如何称呼谢霆锋的呢 怎料 张柏芝下意识地回答 太令人心疼了 她很直爽地回答道 那也得让她长大呀 不得不说 张柏芝的情伤也是非常高了 巧妙地解决了问题 不过这也体现了一个 单亲妈妈的心酸 就算前夫谢霆锋 已经不可能和她一起抚养孩子 但是作为第三胎孩子的爸爸 为什么都不肯出现在大众面前 给张柏芝一个名分 与她一起照顾孩子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 有问题吧 这终于不肯出下心和关注的